好 上一段我們學了 怎麼樣做這個襪子娃娃 你看我的成品在這裡 然後還給他這個 淑芳給我的這個idea 說要給他弄一個 很可愛的這個小圍巾 所以還真的是挺可愛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高大哥 你的成品呢 我跟你講 我這個跟你不太一樣 你怎麼變成這樣子了 不是 好像姓鮑菇喔 不是 我發病名為龍門客棧 你念著武俠 店小二 店小二 不過有意思啊 因為剛剛那個有提到說 這個加兩個腮紅 對 所以就很可愛 所以是可以自己用做很多DIY 可以做很多表情方面 對 所以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創意 不過我們馬上來看看 這個到底我們的襪子 你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待會兒要跟我們好好聊 我們先來看看一些營運的狀況 現在你一個月的營收是2到3萬 這個是賣襪子娃娃的部分 對 然後最高你一天就可以賣到 1萬塊錢 對 而且那個是單日 就是散客到實訂這地方來買的 還不包括訂單 所以現在比較主要是訂單嗎 對 不過訂單就是需要點耐心 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對 你剛剛說現在 如果跟你訂的話等多久 至少要三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呢 到現在賣出 1,300個這個襪子娃娃 因為你每一個上頭 其實是有編號的 對不對 每一個娃娃都是你的心血接近 所以我們先趕快來看看 其實這個襪子你過去做的娃娃 每一個都是有故事的 像這個你要跟我們講它什麼故事 這隻娃娃它叫阿嘟嘟 那其實是因為有個假日 有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實訂玩 那其實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是這個小朋友選了一隻娃娃回家 然後那爸爸就回去看了我的部落格之後 他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所以他第二次就帶著這個小孩 就是再回到店裡面 然後就要我 就是製作一隻跟他女兒很像的娃娃 所以那時候就是幫他做了這一隻娃娃 然後結果隔了一兩年之後 有一天他爸爸就在Facebook上面問我說 襪子你最近有沒有空 我可不可以帶我們家的阿嘟嘟 回去設施一下 對他就說阿嘟嘟已經被他們家的阿嘟嘟 玩到那個頭髮都已經亂掉了 所以他們家妹妹就叫阿嘟嘟的名字 然後所以這隻就是他 這隻娃娃也是叫阿嘟嘟 對 其實好幾張照片對不對 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被他玩成這樣嗎 對 就已經起毛球 起毛球了 對 襪子是會起毛球 真的 對 然後再來 所以你就把他重新的 對 我就把他頭髮剪掉 可是當時阿嘟嘟已經長大了 髮型也變了 所以後來我就把他改裝後的髮型 是跟他後來的那個樣子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嗎 對 改裝後 對 然後臉也整修過了 就進上一張醫學美容就對 醫美啦 就是會整修 打一點雷射這樣 毛球的地方反而把它弄好一點 對 然後另外還有 再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隻 這個非常顏色很漂亮 這個是什麼故事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臉上 其實有到疤 哪邊啊 左邊 應該左邊還是右邊 這個嘛 對 對 就是那裡 那為什麼他會有那一道疤呢 其實是每一隻娃娃 我們都是到最後才去封他的臉部 那這隻娃娃是在我完成他之後 就是不小心被我的指甲 就是勾到臉破洞了 勾到了 對 可是我又不想要放棄這個娃娃 因為我只剩下最後的臉部表情 所以那時候我封完他之後 其實我就在部落格上面寫說 每一個娃娃就像每個媽媽在生小孩一樣 你不能預期你生下來的小孩 是不是完整無缺的 對 那這一隻娃娃它叫缺陷 那它的名字也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每一隻娃娃都是有名字的喔 然後再來看看 還有這個也好可愛喔 現在有很多這種毛毛襪對不對 然後其實封起來也好可愛喔 對啊 可是其實它是我最失敗的一件作品 為什麼哪裡失敗 很可愛啊 你覺得它很可愛 它的失敗點就在於它太像娃娃 太像那種一般我們在娃娃機夾到的娃娃 所以這樣就是不OK 你要看起來是襪子 對 而且我覺得它太精緻了 就是沒有那種獨特性 就是太一般了 就像一般外頭買的這樣子 對 還有一隻喔 這個再來這隻就是我最喜歡它 好可愛喔 對不對 對 它是那個普隆公家族的始祖 對 是因為我封完它之後 太多人喜歡它 可是因為我又不做重複的一隻娃娃 對 所以就很多人希望有一隻娃娃 可以跟它有一樣表情 對 所以才會衍生出後來的普隆公家族 對 而且它 剛剛說你知道它很過分 像是這麼可愛 它都不賣 就它今天帶來現場都不賣 就是都是它的寶貝 有些不賣的東西 將來的水長船高的時候 它會可愛 但是會再做更好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批普隆公 所以我在想 現場普隆公也來啦 你看 就很可愛 剛剛一拿說好可愛啊 說那個非賣品 不 我覺得它產品很特殊 它產品是有言語 有歡笑 另外有故事的 所以每個人來是想說為自己家庭 或自己的兒童或自己的兒童 或自己女兒訂做一個東西 那其實它有促進親子之間 跟家庭之間合樂的一個產品 它不是一個裝飾品放在上面 它是有感情的 對 而且這個襪子你很可愛 據說你現在的這個產品 它的一個範圍非常的廣 好像還有那種打高爾夫球桿的 它的套子也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都是小玩偶 對 但其實它有一些功能性 你不要跟我們聊一聊這個部分 對 除了高爾夫球桿 高爾夫球桿其實是因為 我有個朋友它叫河馬 那就因為它叫河馬 所以它那時候就是訂做了 一整組的高爾夫球桿 全部都是做河馬 對 那有一天它就把那個 高爾夫球桿帶去球場打球 就有兩個男生看到之後就驚艷 對 然後馬上就跟它要了名片 就馬上衝到石町來 那其中有一個很好玩的是 它來的時候就說我要做一個我 我要做一個我這樣子 就是它的樣子的高爾夫球桿套 對 然後跟另外兩隻 它寵物的樣子的高爾夫球桿套 對 所以就是一個我 然後再加兩個它的寵物這樣 然後它寶貝的球桿這樣子 對 所以真的很特色 剛剛高爾夫球桿你自己打高爾夫球 如果是那種很炫的球桿套 真的是會大家都拼命討論 是 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話題 尤其在這個高球場裡面 會產生話題 比如說你用這個套子去做一個娃娃 他就說 那我也要 因為打高爾夫球的人都非常有錢 不差那個 第二 我是覺得他如果把政治人物 跟我們現在很多影劇圈人物 如果能夠搭配送給他 哇 那很有意思 就是馮的跟某某 跟酒令 跟誰很像的 跟五百很像 那有個性化 我覺得那個價格就非常好 非常好談 對 就是非常可愛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隻好像對你也很有意義 對 其實它是開啟靈魂的那把鑰匙 是因為它才讓我愛上襪子娃娃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表情 就是我縫完它的剎那 我覺得它有一種感覺 就像吉米的繪本 你不用說太多 可是你很懂它 對 然後從此就是 就非常喜歡這個把襪子做成 每一個有生命的娃娃 對 對 然後這個你的靈魂的鑰匙 今天也來現場了對不對 對 真的很可愛 而且怎麼有小的有大的 大的那一隻呢 它是我送給自己三週年的紀念 然後它是吉米娃的放大版 對 它叫吉利米 那為什麼會做那一隻 其實是為了要勉勵自己 因為你知道在昏暗的 十地老街開店其實不簡單 對 而且一開始其實 還滿多困難的 就是除了遊客少之外 對 對啊 很多遊客經過那邊都說 小姐 你這一個月要走多少錢 你怎麼走敢不逃 對啊 可是你就覺得說 其實你是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娃娃的喜悅 對 那為了勉勵自己是因為 我都已經走到三年了 所以我期許自己 未來還有很多個三年的路 要繼續走 對 那高哥其實來看他真的是這樣 就是他在十定 然後是在自家門口 那當然你就省了租金成本 我家 對不對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客人走到你家 那剛開始的時候 應該真的很困難 我覺得十定 大家看起來就是一個沒陋的城市 就沒陋中的城市 但我們不曉得說它是永遠淵沒 沒有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在整個快速道路在轉化 它是從都市變成鄉村的一個環節 所以一般在那邊開店是非常少的 一般在十定裡面 大部分都是比較開傳統的飲食 或者說泡茶什麼之類 但裡面會做一個 哇 那是很特殊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它這條路 事實上是將來如果進入到 百貨公司裡面的專櫃 或者說櫃子裡面 甚至在西門紅樓那個部分 可以做一個創意的文創地區 或者是在我們現在很多 華山文創地區 它可以再去拓展它另外的一個 店面的行銷通路 對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就是 那你為什麼一直想要留在十定 因為我就是想要 你想要看我娃娃的人就是來十定看 對 因為這就是你很喜歡的地方 對 也是當初我想要在十定開店的主要原因 還有它堅持的一個開店的理念 對 所以現在真的很多人會千里迢迢跑去十定找你 有 有人一大早就從高雄開車上來 而且還比我早到店門口 然後已經等到 那不是你家嗎 對 他就已經該逛的都逛完了 該吃的也吃完了 他就打電話說 哇子 你到底要不要開店 那你到底人去哪裡了 我還在睡覺 不過我覺得它有一個行銷通路的方式 從網路 從APP 線路裡面 每一個人都不要用自己的照片 而是用布娃娃來代替它自己線路裡面的照片 對 那我覺得這就成功 表示的時候這麼多人去買它的娃娃放在線路裡面 它在搖搖或是APP裡面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方向的 對 所以其實娃子 你現在應該是生意還不錯 因為你剛剛都說了 現在跟你訂要三個月之後 你的產能 現在可以應付你這麼多的一個訂單了嗎 你就是一個人慢慢做 沒辦法 因為我白天還有正常的工作 那我通常都是利用晚上做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每一隻娃娃完成的時間都是在凌晨 半夜 有時候一做就是望我 然後一抬頭 天亮了 然後還要去上班 對啊 然後還要繼續上班 所以你如果做瑕疵 你從來沒有把它丟掉過 我不會把它丟掉 我如果做到一半沒有想法 也不會 我就會把它擺在旁邊 等到有想法的時候 再把它拿起來做 所以呢 要希望可以有一隻 非常可愛的娃娃跟我回家的話 我要很有耐心 而且還要等你有靈感 對 沒錯 對 那娃子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那你現在做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了 然後也有一群很固定的 現在都變成你的朋友了 對 那未來呢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我這個東西到未來一定會走到商品 就是一定非得要走到這個地步 可是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就是堅持自己當初的理想 跟堅持自己的創作這一條路的那個想法 對 就是你還是把它每一個當成 都是自己的心肝寶貝 然後我要賣給它 也是賣給一個朋友 對 有感覺 就是我其實蠻在意 你看到它第一眼的感覺 所以其實像有遊客 有媽媽帶小朋友來實地 那有小朋友都會吵嘛 她說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這個 可是當然就很心不甘願 就是很不情願的把那個娃娃買下來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 就是你如果不是發自內心 對這個娃真的有感覺 對 我覺得你帶回家這個娃娃 好像也不會過得太幸福 對啊 所以其實我蠻在意就是 客人看到她第一眼的感覺 就是非她莫屬 那你再把她帶回家 對 而且其實襪子也很可愛 就每一個都有編號 所以每一個都有身分證的 每一個都是她生出去的小孩 對 我覺得她的課程 當然小孩是看到想去拿哪一隻 那個就是她的商機的地方 或者說父母贈送給小孩 那或許有些父母 是屬於很童心的 童心的 她就是在這邊追求她童年的記憶 當然如果她為了要死定 我倒覺得 當然我個人 如果講說我是來開店 我搞不好是做一個非常好吃的 生機飲食旁邊在做很多娃娃 對 那就進去又可以吃又可以看 那就是複合式的做法 對 不過其實像襪子 你這樣做法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每一個都是我開枝散葉 出去的寶貝 哪一天你可以辦一個這個襪子 娃娃大集合 大家來回娘家 每一個你是幾號就是我是幾號這樣子 對 其實還挺好的 對 其實最有趣的就是 現在大家把她帶回去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回想 就是會拍她跟娃娃的生活照 很好 對 所以呢 今天就非常謝謝襪子 來參加我們節目 也謝謝高高哥 謝謝 謝謝大家收看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